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一個物體 放在桌面上 受力情況呢 如這個圖 其中P是 P為物體所受之重力 P的話就是 地球給它的性力 Q的話是桌面 桌面給這物體的支撐力 還有R 是物體 對地球的性力 所以這兩個是 P跟R是重力跟緩重力的關係 這個是重力跟P跟R P的話是 地對物的重力 R的話是物對地的重力 這兩個是重力跟緩重力的關係 S的話為物體 物體重在桌面的力 S是物體重在桌面的力 Q的話是桌面對物體的重力 所以這兩個是 作用力跟緩重力的關係 這兩個 現在他問 則可以和P平衡的力 即P的緩重力 依序為合 可以和P平衡的力 P的話是作用在這個物體上面的力 所以現在對象是物體 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的話 受了幾個力 受了地心引力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這個桌面給他的支撐力 這兩個力合力等於0 合力等於0 所以他禁止 我們說合力等於0的話 是作用在同一個物體上面 現在的話 作用在這個物體上面的話 有幾個力 有桌面對他的重力 還有地球對他的重力 這兩個力 這兩個力的話 加起來會等於0 作用在同一個物體 這兩個力是作用在同一個物體 所以 能夠什麼呢 和P平衡的力 就是這個Q 作用在這個物體上面 跟這個P平衡的就是Q 還有呢 P的環狀力 GP的環狀力 P的話什麼 P的話是 地球給他的吸引力 所以他環狀力的話 是什麼呢 就是 物體 給地球的吸引力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R Q跟R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尋必